4.让我们把这事忘了吧,好不好? 此日清晨,没有人来呼唤他起床了 温森特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 走过场似的草草刮了脸 留下一块块没有剃静的胡子茬 早餐时乌苏拉也没有露面 温森特朝古比尔走去 当他经过头天早上碰见过的那些人身边时 他觉得他们全变了样 在他眼里,他们显得那么寂寞孤单 就像在被迫匆匆赶去承受苦意的折磨似的 温森特既没有看见如云似锦的金炼花 也没有理会路旁可爱的栗子树 太阳比头天早上要明媚得多 他也不知道 这一天 他售出了二十幅仿安格尔阿纳迪奥曼的维纳斯的彩色艺术画片 这些画片对古比尔来讲大有赚头 然而温森特对于为画廊赚钱的事已失去兴趣 因而 对那些前来购买画片的顾客没有一点耐心 他们不仅分不清艺术的优劣 而且倒似乎有偏挑临摹品和那些低级浮浅作品的特长 温森特的同事们虽然从不认为他是个生性快活的小伙子 然而他毕竟曾经努力做到随和讨人喜欢 你说大名鼎鼎的梵高家的这位成员在为什么烦恼呢 一个店员问另一个同事 我敢说他今天一大早就不痛快 他有什么可愁的呀 在巴黎 柏林 布鲁塞尔 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古比尔分公司 有一半是属于他叔叔温森特梵高的呢 老头子有病 而且没有亲生子女 人人都说他得把产业分一半给这个小伙子里 有的人就是样样走运 这才说了一半 他的另一位叔叔哼得立刻梵高 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 还有一位叔叔 科尼利厄斯梵高 是荷兰最大的商号的经理 哎呀 梵高家在欧洲可称是首屈一指的 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呢 有朝一日 咱们隔壁那位红头发的朋友 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里 当晚 温森特走进罗伊尔家的餐厅时 发觉乌苏拉正和他的母亲低声谈话 他们瞧见温森特进门便闭了嘴 那句话说了半截就打住了 乌苏拉跑到厨房里去了 晚安 罗伊尔太太眼神有些异样 温森特独自一人在那张大桌子旁进餐 乌苏拉给他的打击使他受到震动 但并未把他打垮 他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否定的答复的 他要把另一个人从乌苏拉心中赶走 几乎过了一个星期 温森特才得以使乌苏拉肯站住听他讲话 一个星期来 温森特茶饭不思 夜不成寐 神经质代替了昔日的迟钝 他在画廊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 他眼睛里原来的那股天真劲没有了 留下的是痛苦寓意 他说话时寻找字眼也比以往更加费力 星期日的正餐过后 温森特尾随乌苏拉来到花园 乌苏拉小姐 针对不住 那天晚上我让你受惊了 他说 乌苏拉抬起头来 用大眼睛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似乎对他的跟踪而来感到惊奇 嗯 没关系 那没什么 让我们把这事忘了吧 好不好 我很愿意忘掉我对你的唐突 不过 当时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温森特朝前迈了一步 乌苏拉闪开了 干嘛再提他呢 乌苏拉问道 所有那些话我都不记得了 乌苏拉转身沿小路走开 温森特追了上去 我一定得对你再说一遍 乌苏拉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 你不知道这一个星期我多么痛苦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开呢 咱们进去吧 我想妈妈是愿意有人去陪他的 你说你爱那个人 这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你爱他 我应当看得出来呀 我想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本来说你什么时候要回家度假 他念如着 七月 巧得很 我的未婚夫七月要来和我同度假期 那时我们正好要用他原来住的房间 我绝不会把你让给他的乌苏拉 你必须停止搞这一套 不然母亲说你可以另找别处 这以后的两个月 温森特一直试图说服乌苏拉 温森特旧有的脾气固态赴蒙 既然不能与乌苏拉一起 他就宁愿离群独处 省得旁人打扰 他对乌苏拉的思念 温森特在公司对人们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那个被乌苏拉的爱所唤醒的世界 又迅速入睡了 他又变回了松丹特 那个为他的双亲所熟悉的 性格乖僻 郁郁寡欢的少年 七月来临 他的假期也到了 他并不愿意离开伦敦 去度这两周的假 他以为只要他留在这座房子里 乌苏拉就不能去爱任何其他人 温森特下楼走进客厅 乌苏拉和他的母亲都坐在那里 他们意味深长地互相递了个眼色 我只带走一只手提包 罗伊尔太太 其余的物件全部原封不动留在我的房中了 这是我离开两周应付的房租 温森特说 我想你还是把东西都带走得好 樊高先生 罗伊尔太太说 为什么 自下星期一起 你的房间另有人租住了 我们认为你到别处去住更合适些 我们 温森特转过脸 从隆起的浓眉下盯着乌苏拉 那目光并未表示任何看法 他只是询问 是的 我们 乌苏拉的母亲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女儿的未婚夫写信来说 他要你离开这座房子 我想 你倒是不如压根就没来过这儿更好 樊高先生 谢谢观看 我 你 看 你在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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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